本來是一輛鹿虎 現在是一輛榮威 我自己網約車的車證已經考好了 8月下旬不就沒有球賽了嗎 要到12月份才開始球賽 我就自己去開網約車去 為了補貼這個店裡 想把這個店能夠撐到 撐下去撐下去 撐到明年 這個品牌20年來 俱樂部正式恢復上海生花的舊友品牲 好多上海人他們第一件球衣 看了第一條球都是生懷 95年開始吧 深受我父親的影響 就是在我們家門口附近 我這個媽媽就在我 跟我結婚了以後 我看他會一直去關注生花的 這輛上海生花隊也就獲得了 95全國足球獎記這一組聯賽的能力 我很希望這是上海中國足球儉杯戰 冠軍球隊上海綠營 想聯賽冠軍發起重複 如果你們這個中國範圍 你最知道我的意思的話 就你們這些人一場比賽 如果有人要打你們三個 你看你們是非常非常厲害的 你們是非常非常厲害的 joan 赵明晏大锅 三平 没有人上点 没有人上点 结果他选择了跳 又过来了 哎呦 哎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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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太太厉害了 中超联赛第五轮 你比方说 周熊到这里面他也能派用场 他可以不打九十分钟 但是他 替补或者半场他都有机会 要是最近他们回来的话 踢得好的话 这些老家伙他们就马上就结束了 给后浪派示在沙滩上 对 这里面还是有这样的一个 一个人门关怀吧 对吧 所以这里面还是 说这个俱乐部还是很有人轻位的 应该说 徐毅斌是深华零四梯队的主教练 在深华从事清训工作也有六年 五十八岁的徐教练明年就要退休 这是他留在这里的最后时光 再给你拨 深华清训他从江州那里开始先 下面有一个学校 他是从那边开始就是选拔的 还有一个呢 深华这个造成队员 他本来就是对全国开放的 我叫李明泽来自山东维方 然后在场上踢中部位 我叫林小天 我来自广西南营 我是来自上海绿丽神华零四梯队的队员 场上是边缝 我叫燕建豪来自上海 在场上踢后要 就每周有比赛的时候 我们都会聚在一起 在电视面前一起看球赛 我一起给球队助威呐喊 我们还是 从学我们也是这样踢出来的 还是讲的是海派足球 所以接控船 就是像人家讲的这个文化科 这样树立化最基本的东西 那你这个足球运动员 你这个脚下没有 你什么都没有 深化于2014年重启自己的清训体系 并收购了上海幸运星的 9596年龄段队伍 近几年 一些优秀的年轻队员 也开始被输送进一线队 基本上这个清训的架构 从小学七岁到十一岁 我们是校园 普及兴趣为主 然后从预备班 六年级开始到初三毕业 这段时间我们是放在外面的合作学校 然后第三个阶段 就是我们进入基地了 进入基地就是十六岁到十九岁 差不多有四个球队 就是放在基地里面训练 没有没有没有 从我站在清训的角度来讲 我当然希望我整个清训部培养出来的球员 可以给一线队所使用 朱晨景 今年刚刚年满21岁的年轻中后卫 2018年 他以17岁333天的年纪 成为深化队史最年轻的中超少发球员 在中生代球员西区的深化队内 朱晨景的出现至关重要 他不仅为后防线注入了年轻的学业 也使得球队面对U23政策时 有了更多选择 还有多少人 比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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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觉得 六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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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过 联赛第一阶段处在伤病恢复期的小猪 只能和队一王大夫 以及体能师卡洛斯相认为盼 我到处在伤病独发了 一模特别的 在伤病独发了 一模特别的 雷尔克修 和老师的子 一模特别的 很为难的 一模特别的 不了 一模特别的 赵 现在我基本上还是一天一练吧 然后主要还是按照康护士 包括一生制定的计划 再去尽快的康复 然后每天的话 现在相对来说 比较多的是一个跑步吧 那种远程的跑 还有近距离的启动跑 都在进行训练 在实际上,他并不是远远 他有问题跟骨骼上的骨骼 这种判断中的两个骨骼 是非常痛苦 然后在未来这痛苦 会停止他的 career 如果你问我 当时他会回到训练 我应该说可能是两个月 或可能是一月 我真的不知道 我们确定是因为 这个手术是很精彩的 然后全部都在进行好的方式 好 祝神奇啊 半天还没长呢 我觉得现在最重要的还是 先把我这个伤去完全康复好 然后这个的话 对于我来说还是 自己把心态调整好了 我觉得这个是最重要的 然后接下来 伤好了之后 再去投入到 比赛和训练当中 经过漫长的恢复期 在中朝联赛第二阶段开始之际 朱晨杰已经完全康复 可以随队完成完整的训练 首战他和神话队将迎战 大连队 朱晨杰已经准备好 重新登场 其实说起五号的话 一下子就能赏到 范志毅 他作为我的这个 我们的这个前辈来讲 他的这种经历 还是他在场上的这种能力 都值得我去学习 去提高的 但是我希望我能去 尽多地去成长 去提高自己 然后向我的这些前辈们 去靠近 他连很多手法都没上 他连很多手法都没上 4 越是这样的比赛 越必须要着急 越不要轻敌 我们把节奏提起来 让对手跟着我 别早期求别好 那那准备之前 不用着急 无论是上半场 下半场比赛 我们按照我们自己的能力 去倒出来 那么机会 早晚能力出现 希望今天能有一个良好的结果 不浪费过多的体能 我们能拿下这场比赛 OK 准备好 这场比赛是小将朱成杰的 新赛季第一场比赛 同样也是老将李帅 在升华的第一百场比赛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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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我可能做的计划 没有那么长远 可能相对来说 我包括去广州 从广州来上海 都是比较好的机遇 既然能踢这么长 我觉得第一个可能是我比较幸运 还有一个就是我觉得 我跟现在队友 包括吴董 杜董 我们俩当朋友一样 包括我现在队友是兄弟一样 我觉得大家在一起 是一个家庭 当你们有需要我的时候 可能我觉得我还是需要更多的 去做更多的东西 我觉得还是有更多的责任 而且没有说去说 为了去多踢一场比赛 而且多踢一场 或者怎么样 我觉得大家在一起 如果我还能有点作用 把我把自己的作用发挥出来 看联赛第六轮苏州赛区的一场比赛 上海生花对上大连人 好像龙那些又叫来到尚恩 这球打高了 稍微高了一点 应该是门向李帅做出了扑就 这场比赛 朱晨杰的中卫搭档 是球队新人 约尼琪 朱晨杰是赛季首次两下 这对中卫组合也是首次搭档 开场不久后 朱晨杰又出现了不适的状况 因为每次比赛 我也在天台上看 然后我也会去 观察一些球队现在的细节 包括主要练随道在场上安排的一些战术 我也会去学习 等我上好之后 可以尽快地去融入球队 我觉得约尼琪是一名非常自律的这些球员 包括他之前在日本这类赛 踢了那么多场比赛 这也可以展示出他的实力 包括他的自律 包括我在训练后也看到他经常自己进行加练 我觉得这样一个球员是我值得去学习的 也可以作为我未来的一个棒 不管如何 它是阻撃事情 即使它是阻撃事情 是阻撃了 我们这就是阻撃队 我们在阻撃队 已经是阻撃到过 正阻撃 那我就有阻撃 在失說着了 esto? arun啊 了 ろ啊 教授呢 jak地埋獄 federal 你突然 我不zusagen 你胡ата 有 不要紧 咱们结果年纪老迈的老商宾传家里面 不是 好 和我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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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过来 加油 加油 信心 新年轻 信心 自信 comfi 着 1 2 3 加油 看一看巴普哥的 这是巴普哥的机会 前面有了 一比零 比金浩 接到巴索哥的出风 一个投球充顶了一个反弹 战胜花在比赛第54分中取得领先 还是靠巴索哥 巴索哥 巴索哥形成于立页面的李帅 走回来赵明健传中 又是这个落点 超香 第二点 又是无锡 无锡在景区里边的前列能力太强了 赵明健完成了精彩的图现助攻 又是出现了一个中间的赵明健 赵许晤 赵许晳帮助球队追过一个 大连队有机会 有机会 看了那刀 右脚拳 2比2 大连队班平比分 我说不行吧 这个球在中路的区域 完全无人防守 12点 赵明健在接 拉开 巴索哥 巴索哥再给赵明健 进去里边转身 赵明健 大棒 3比2 帅神花再度超出 赵明健 他没有庆祝 大连走出来的孩子 完整了队救助的绝杀 哇 赵明健今天超神了 最后是个右边路 就靠他自己 我的这个进球是 全队的努力 因为昨天天气特别热 然后球队也是在 2比0领先情况下 被扳平了嘛 还好球队没有放弃吧 就是大家都拼到了 就是包括最后補师 94分钟了 每个人都得拼嘛 然后球队能取得胜利 也是特别开心的 在下半场跌宕起伏的 45分钟过后 神花队有惊无险地 拿下了三分 但这样的胜利 对于志在夺冠的球队来说 显然是不能满意的 上海话 你们学一学啊 两个字 以后如果周总 经常用这两个字来说你们 你基本上可以 打包裹可以回家了 上海话叫 都晃 什么意思 怕 紧张 有一个球 对方针顶出来以后 赵明健一脚大脚 踢掉了 那个时候 我看到我们的队员 在禁区里面有很多 编路 我们也有了 我问过赵明健 你怎么想的 赵明健说 教练布置 尽量减少失误 踢掉了 好 一个锅甩给了主教练 之前他单独也跟我说过 我要跟他解释 是因为我之前跟八手哥提 因为八手哥他是一个 就是进攻能力特别强的 就是防守没有进攻那么好 然后我心思 我就就是把那个精力 都用在防守上 就是在生花 就是我个人感觉 就是有点过于安逸了 咱们的后盾 从来没有说 遇到过这个生花球队 欠心啊 这些从来没有 我说了一句很不很不好的 可能是破坏 要破坏春子岛 布置的话 但是我今天 我还是要说 就你们这些人 一场比赛 如果有人要打你们三个 那已经是非常非常厉害的 对吧 我就不教你们如何防守 只要你们想防守 你们也不可能是三个球 好吧 我想想的话 想完了 接下去看你们的 上会吃饭吧 八月 一场台风的来袭 阻断了联赛的进程 生花队和老对手 国安的第二回合比赛 被迫延期 在经过雨水洗礼的训练后 球员们都急匆匆地 返回自己房间 在被风吹倒的围栏中 金信玉独自进行着加烈 本赛季商誉付出的他 始终不能找到 初来乍倒时的火热状态 曾经五场八球的风险杀气 在新赛季之战获了 一粒运动然进球 而这粒进球 却也是他留给生花的 最后进球 从中几次许战争的 相关于wij战争的 就应该一块 等到大家一块 在小阳台上 拖掂的最后一天 在小阳台上 拖掂的最后一天 在终枉院ина中 那一公司的 投党两个共同产 前面对一些 那么我们决定一去 宣度需要 让大晶子就撤下 那边绘典 大晶子也 也表示理解 然后主动就是说我可以让从这个位置 让他走的时候就告诉你 他会在卫生环下进去 这就是大家的好态度 所以我希望就是说 这样的一种调整 给你们一个信号 就是从现在开始 我们每个人要努力的去做好自己 每个人要为这个体系 多做一些贡献 同时如果你不行 你不行没有打到这个体系的要求 你可能就要想定 如果谁这个心不再当地人 那么你们可以离开这个体系 不用困在一层 主要在这个里面的 那么我们就群策群力 最后预祝我们新的篇章 新的开始的流行的福利 我们谢谢大家 好 好 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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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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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你 我准备下死了 你不要是死了 没血了 我已经快到了 啊 我已经快到了 他不提前电影 8点钟后他5点钟来跟我说 他要一张桌子 跟他说人家一般的球迷没有位置 那就算了要换个地方 他说他先来吃 吃完了他不让 他不让后面球迷坐 这种人就是太自私了 球迷很多都是很支持我的 他跟我说 他说冲冲啊 你知道你这个电影要开下去 要坚持下去 我们能尽量来都会尽量来支持你的 我是80后 我从95年开始看的生花 我们的电影是2015年开张的 然后又特地选举 选在洪货主义场附近 这样可以吸引更多的生花球迷 到我电影来看球交朋友 就是说大家营造一种 第二现场的一种氛围 原来因为靠近洪货主义场 然后主场的话 生花球迷是有很多会过来光顾的 所以对于生意上面来说 也是带来比较大的一个效益 但是疫情过后 因为洪货主义场被封闭了 所以就没有失去了那个主场优势 就是生意就一下子就下了 而且特别是疫情的时候 因为是禁止糖吃的 所以我们店里等于是前期一直都是没有收入的 然后那个时候我就想出来 就是说自己去送外卖 生花球迷还是蛮支持我的 就纷纷地跟我手机上下单 有一次我送到浦东康桥那边 还有宝山那个故村公园那边 来回都要将近要四十几公里 为了一单外卖 为了一单生意 我也都会去送 因为那个时间特别困难 一个月可能要亏个一到两万 一到两万这个样子 然后我就把自己的爱车卖掉了 现在的店里的生意情况就是说 如果有比赛日的话 店里还是可以盈利 但是如果是没有比赛日 或者是周中的情况下 基本上还是在亏 从即日起 郑州有发现多起疑似病例 全市迅速开展 全员核伤检测 市第六医院实行闭环管理 停止诊疗工作 近半个月的进出人员 立即报告 伦队长 等下 我去找一家 我去拄待 我去拄待 我去找一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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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边怎么做啊 什么啊 我们要跟一个家庭 跟朋友们 看到我们是朋友 跟朋友们 像朋友们 像朋友们为大家做 忠忠一点 加油 加油 一 二 三 加油 加油 过喊啊 心态啊 其实上海得比 应该说故事太多了 上海得比应该说 在我们所有得比当中的 我觉得是中国 可能最富故事性 好 各位网友 欢迎收看腾讯区域 为您带来的2021赛季 中超联赛第十轮 上海得比 上海海港 对上海鲜花的比赛 上一场比赛开始 崔康熙 应该说 球队金星域走了之后 大家可能也觉得 其实金星域应该说 就是跟随着崔康熙而来的 在准备现代的时候 就是他旗下最重要的球员 看张门剑 传前面来了 漂亮 大汉的结尾 还是不能落脚下 但是这一球被奥 看下反击 二打二 二打二的机会了 奥斯卡 李成龙也该 给再告诉他 奥斯卡还在带奥斯卡 给 李成龙 左脚 没了 好球 这个球啊 角度虽然不大 让李成龙这个球 睁不下了 不然睁不眼 这就是神花儿队的问题啊 没错 一旦前场丢球回不来人 拼不上人 这个球 手末员确实 有一定责任 反应啊 确实也慢了 看看莫雷诺啊 能不能将攻补过吗 莫雷诺 直接打 有点正 有稍稍高了 看你有好球啊 打门 这个球可以说 我们这角度看得像呢 相对 对 好球 今天马上到了 但是又断球了 有反击的机会 好球 看罗贝斯速度 速度 一对一对门将 罗贝斯 选择了破门将 上海海港上场比赛 一比零 暂时领先着上海生花 上海海港上场比赛 上海海港上场比赛 上海海港上海海港上场比赛 出十一分 出十一分 我相信他出十一分 我相信他出十一分 能力 但是可能 大部分生花球迷 觉得他可能一些 战术打法比较老套 其实我觉得我们生花队 应该要有这样的底气 就是我们面对任何一个对手 我们都要排出 我们最强的一个阵营 然后 要有决心 要有信心 拿三分 但是我感觉他每次排的阵型 还有手法 还有替补也好 他就 但是都是有所保留的 他没有 没有把我们生花队的 最强的一个实力 打出来 我们没得分 机会来了 没得分 但是我们是因为失误 不是因为打得不好 没关系 我们只要把 打回来一个 马上 逆转 我们可以 打回来一个 我们可以 最后的一条 就打成了 但是 他们没有什么 什么都没有 就是这个关系 他们现在自己的东西都没打出来 没关系 我们缓冲 那么 我们如果 军费 没准 最终年 は 摇摇 看看 我們... 你又不想看 你呢? 我們來…我們來… 我們來…我們來… 我們來…我只是發生長過… 因為我是我害的… 因為我們… 我們來這裡… 不然我們要來這裡… 我們來這裡… 我們來這裡… 因為我們跟我們主場組的人 我們就像剛才剛開場一樣 整個組有一個組Nило illustration 撤開了 我們為 님了 我們前面 上課 大家歡迎 歡迎 準備好 過來 這樣 加油 過來 過來 不行 做了 反鰹 就反鰹 沒有 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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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机会啊 有机会 有机会 气场好啊 气场好啊 好 来 来 来 一 二 三 还有 管林中 又是一较远射 不管如何本机会进行完 先来这个球 但是上的人有点少啊 这要给吴希 擦了一步 哎呦 这个球 我看了 前方冠冠出来了 顿比亚 这球他终于踢不动场了 请看这一项来了 看看这个球 余晗超 余晗超 这球没有打进啊 机会啊 黄小婷 这球他也要参与进攻了 把球闯到人家看看 那种球是顿比亚喜欢的 机会 打了 有了 帮助球队 扳平了比分一比一绝平吧 还是 还判好像先吹的放归 感觉两个人二分第一球在 在整个球 对对对 想这种肩子 放归球 快点快点快点 快点快点 快点快点 快点 他拿球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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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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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